梦幻石油中的天价长寿面事件是什么 45品的长寿面如何卖到200块 为什么这个价格大家还要抢着要 本期玄庭就给大家揭秘一下 说之前依旧是抽奖 评论区关注点赞与 往期的铁粉各有抽奖 看到底的就是有铁粉牌子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长寿面 即使是120品以上的 也不会超过5万梦幻币 也就是四毛钱 但是很少有玩家知道 曾经有一段时间 45品的长寿面要卖到200块 而且还是供不应求 这与新区玩家的鸡贼 和官方设定的一些漏洞有关系 说到长寿面就必须提到导标棋 想要在长安给棋子定坐标 那么最起码是三级的奇门盾甲 而奇门盾甲三级需要12点剧情点 也就是说35级玄奘绅士剧情结束之后 大家就有13点剧情点就可以点满了 星区第一天的等级上限是30级 第二天是39级 理论上第二天就可以插棋了 然后第三天利用棋子快速抓鬼升级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在之前35级剧情的时候 玩家需要给大唐国境婆婆那里提交一碗长寿面 才能继续推进剧情 但是大家知道长寿面是大于等于45级的烹饪 才能实现的 紫衣道和黑山老妖那里需要的人气太多了 挂机也需要十来天才能学会 帮派在这几天也差不多需要这么多的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上哪去获得长寿面呢 总不能等开帮开烹饪之后咱再去做长寿面 再做剧情吧 十几天的时间已经将足够新区的玩家将差距拉得非常大了 所以说长寿面的珍贵性质自然不言而喻 可以说谁获得了这第一碗长寿面 不管是卖给别人 还是自己交任务去学习插棋卖棋 都有相当大的利润 毕竟新区前几天的第二卡基本上都是一比一 但是咱梦幻西游玩家的聪明才智是无穷的 他们在开区的第五天 既已经有人能拿到长寿面并卖上了棋子 这是为啥呢 难道是利用bug开挂 其实都不是 他们的方式是跑环 是的 大家没有听错 就是六十级开放的任务链俗称跑环 我们都知道跑环是可以打传说的 打传说可以组队 那么这些工作室就开区之后就疯狂的去跑环接任务 这样就有可能是获得长寿面任务的 那么得到这个任务之后去打传说 这样既可以升级 也可以通过打传说的方式获得长寿面 打到之后不去交还任务 而是直接过剧情 因为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全区第一个能卖棋子赚钱的 抢占了第一波的市场 而第一波市场抢完之后的两天之后 他们将刷到的长寿面一个标价300万梦幻币卖给别人 而新区刚开区的比例是极高的 所以说一个长寿面200多块钱不是瞎吹的 即使是这样还是可悦而不可求的 大家都抢着要 这就是当年的天价长寿面事件 在新区只需要几天的时间 长寿面加上提前的棋子抢占市场 这些工作室就可以轻松的赚到很多钱 而且这个套路可以在新区中 反复的通过这种方式来挣钱 后来官方也发现这是一个小小的漏洞 并且做出了更改 国境的婆婆也不需要长寿面 任我变成了一只烤鸭 天价长寿面也算是落下了帷幕 但是即使是这样 现在新区的一个残风引路也要五毛钱 臭豆腐新区一个也要两块钱 其实也是这个天价长寿面事件的后续模仿 最后玄庭留一个小问题 为何只有长寿面成了天价 而在交长寿面之前的梅花酒 同样是高级烫烹饪 但是不会呢 相信肯定会有细心的老玩家 会在评论处给出大家答案 第一个答对的额外送50点点卡 其他玩家也多多评论抽奖送点卡 本期就到这里 下一期玄庭给大家盘点一下梦幻西游的几大谣言 每个大家都经历过 感兴趣的小伙伴点个关注 我是玄庭 为大家分享梦幻西游的有趣故事